年年夏日,气候温热不适,女性的苦恼随之而来,尿路感染和阴道也并发的情况随日发生,平日就诊的患者,经常有人所说此方便的不是。 多数来就诊的患者,都是有备孕需求的,而面尿生直到感染容易,因同房又发,这就会与备孕需求形成矛盾,因此,平时注意防护是十分重要的。 但是,大家不要担心,下面,我会通过介绍这些疾病的病因,症状极致肠防护几大方面,来为大家吃颗定心娃。 阴道炎,阴道炎起阴道炎症,是导致万因阴道症状如臊羊、疾痛、刺激和异常流液的一组病症。 正常健康妇女阴道由于解剖组织的特点,对病人体的进入了有自然防御功能,如阴道口的闭合, 阴道前后必紧贴,阴道上皮细胞在磁激素的影响下的增生和表层细胞降化。 阴道酸碱度保持平衡,使适应碱性的病原体的发质受到抑制。 而尽管粘延成碱性,当阴道的自然防御功能受到破坏时,病原体易于侵入,导致阴道炎症。 正常情况下,有需养菌及业养菌寄居在阴道内,形成正常的阴道菌群。 任何人也将阴道与菌群之间的生态平衡打破,也可形成条件致病菌。 临床上常见有,细菌性因道病占有症状女性22%,50%,念珠菌性因道炎,17%,39%,低虫性因道炎,4%,35%,老年性因道炎,幼女性因道炎,尿路感染,尿路感染。 U2是由细菌及少数可由真菌、原虫、病毒直接侵袭所引起,是尿路上皮对细菌侵入导致的炎症反应,是病原体在尿路中生长繁殖,并侵犯密尿的粘膜或组织而引起的炎症,是细菌感染中最常见的一种感染。 尿路感染分为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,上尿路感染指的是肾与肾严。 下尿路感染包括尿道炎和膀胱炎,肾与肾严又分为急性肾与肾严和慢性肾与肾严。 此外,根据有无基础疾病,尿路感染还可分为复杂性尿路感染和非复杂性尿路感染。 尿路感染95%以上是由单一细菌引起的,尿路感染又称灭尿系统感染,好发于女性,我科内常见的多维急性单纯性膀胱炎。 发病突然,女性患者发病多与性活动有关,主要表现是膀胱刺激症。 即尿瓶,尿急,尿痛,膀胱炎或会饮部不是即尿道伤着感。 尿频程度不一,严重者可出现急迫性尿湿劲,尿混浊,尿液中有白细胞,常见中莫血尿,有时微全程血尿,甚至见血块排出,一般无明显的全身感染症状。 体温正常或有低热,尿路感染与阴道炎。 临床很多病人会有尿路感染和阴道炎病发的情况,我们称之为尿生直到疾病。 因缘体之缘体属于引起该类炎症的主要病原微生物之一,导致人体内尿生直到感染的之缘体,主要是人形之缘体,MH,与尖尿之缘体,UU,菲利菌性尿道炎,罗疾病主要是因脉尖尿之缘体,UU和沙影依缘体的感染导致的。 支缘体属于一种大小介于在病毒与细菌之间,并且能够在人工培养基中,生长增值的最小融合微生物,可以通过滤菌器,并且因为支缘体没有细胞B,会在形态上出现多形性。 支缘体的感染和很多疾病密切有关,尤其是灭尿生直到的感染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被发现的支缘体,大约有150多种,但和人类密切所密切相关的支缘体在四种以上,其中比较常常见的支缘体,有人形支缘体,MH和减尿尿缘体UU,减尿之缘体和沙影依缘体所导致的密尿生直到炎症,主要是菲利菌性尿道炎,共存与防护。 值得注意的是,UU在性成熟无症状的女性宫颈,护尿道中的分离率高,它可以是携带状态,也可以是感染状态。 百分之三十四正常男性尿道和超过百分之五十女性生直到,甚至三分之一的女婴生直到,中都可奔离出减尿之缘体。 而且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中,人类本就适合这些微生物细菌、真菌、病原虫、病毒等共存的。 只有当我们的抵抗力下降,生物保护屏障出现漏洞的时候,才会给这些微生物侵犯我们的机会。 另外,如果没有相关微生物的感染,就是单纯的不是,这种情况也许有发生,这类患者与有微生物感染的患者相同。 在中医理论中,多有湿热这些存在,除了天气特性,与个人的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都是息息相关的。 早睡早起,加强运动,增强体质,饮食技术都是必要的。 吸辣刺激,冷饮甜食,还吸牛羊肉等发物刺激性食物都会助长湿热。 对该种情况都是无功反过的。 最后,无论有没有支援体加一援体的感染,建议各位备孕的宝爸宝妈们, 平时注意个人卫生,每天的清洁不能少,勤换内衣内裤。 同房前后更要注意清洗干净过,最后祝大家好运,开心每一天。 以上内容,仅用于健康教育学习交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